大家好 欢迎继续回到黄昏时间的《望向快捕》 今天就是2020年5月20日星期三的下黄昏时间 这里有我许刘山 还有马来西亚大马尔 马来近 为大家网友好 还有加勒大家山山 各位网友好 还有澳洲真BC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财士真你好 记住了 喜欢这段影片 留下言 最重要是订阅《望向编辑部》 YouTube channel 《正向报》 和《晒冷气》三个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点赞 多点欣赏一下节目也好 因为我们有些节目就不是那么有时间性 《望向快捕》就一定说明快捕 比较上是新丝滚热的新闻 我们就快点和大家一起聊聊聊 所以未订阅的真的要订阅了 手机会有个通知 通知你什么新片 因为现在实在太过信息漫边了 每天都有新鲜滚热的东西 如果不然你可能又重复或者错过了 今天又有新东西 想说一下有个新的成语叫做 是什么成语呀? 加震生知道吗? 《孤珠一宅》 对了 《望成语》 算不算是新环节? 《孤珠一宅》 这不是孤珠一宅吗? 因为看到今天这个猪海滴在立法会里 只有他一个 今天只是抬一只抬猪 抬猪海滴出去 这么瘦不好吃 鱼猪仔 鱼猪好像瘦的好像好吃 有时候很肥的猪 生炒排骨 生炒骨 没什么肉啊 他真的很瘦 跟尹兆坚差那么远 人做议员你做议员 可能他全身降调刑 一脱衫才知道 为什么今天又被抬呢? 如果大家有看过 一个很激烈的话 其实跟着其他就会撲着上的 我觉得他好像很奇怪 为什么只有他一个呢? 我们讲一下他什么事先 为什么会被赶离场 令到这个会议一度暂停 就说民主派不满 范步派应该说 不满李慧琼代主持立法会 所以为什么呢? 民间卵的主席李慧琼 这周一的时候 练阴立法会的内务委员会的主席 今天首次代替 大会主席ости枉. 哈哈 不 帮大会主席 梁君燕主持会议 这个朱凯迪 無緣無緣無故就爆出一句,這好像破壞到郭少爺,那個叫什麼,司法覆核,覆核王叫什麼 郭卓堅,郭卓堅,經常都說規制問題,郭卓堅經常都說什麼都司法覆核 是啊,他什麼都司法覆核,簡直近乎,他埋單,然後把單數不滿都會司法覆核 朱鶴迪就提出這個規程問題,又有規程問題,什麼規程問題 是代梁君彥做主持會議,他質疑李慧琼沒有主持會議的合法性 大家都有一個黑人問號,晴头uis trên its尾 李慧琼說我自己是合法的內會主席 那麼多次警告這個朱凱迪 就繼續笨笨笨笨的氣喉的時候就決定將這個朱凱迪趕、奔離搶 坐在他的身後一兩極的僞余泰山的鄭松泰 一如以往,坐在那裡聞風不動,我看到很有趣的 那張圖很有喜感 全部人都在圍著朱凱迪 戴上手術的保安 戴上口罩等等 把他拖出去 抬出去 鄭松泰在後面好像民風不動那樣坐得住 六尺四都在後面 這個林卓廷 鄭松泰在左邊 林卓廷有沒有說話 有沒有撕在這裡 可恥 有沒有撕? 沒有 沒說撕彻紙那樣東西的 撕文件撕彻紙那樣的東西 有沒有撕空 就沒有給他 今天也沒有表示 我真的覺得奇怪,為什麼朱凱迪這麼重伴侵來呢? 還說自己叫什麼,有個迷你的組織,忘記了那個叫什麼了 朱凱迪那個叫什麼,專業議政還是什麼 搖一陣線,那些工業 好像這樣搖一瘋,那些人 然後被逐出去,又在走廊跟記者說什麼呢? 他形容李慧琼是潛政,這個字大家又學得新的詞 什麼叫潛建的潛,政治的政 他又強調李慧琼在這個大會和內會裡面坐上主席台 是不行的,是不可以讓他坐上去 民主派怎麼都不會罷休,只有你一個人說的 其他沒有人理你 對,差點被送他出去 喂,拜拜,好像國產007那個 那些叫做警察 向007揮手 周星馳揮手 周星馳揮手 他就說什麼呢? 民主派都不會罷休的 好像都靜靜 李慧琼一定會推動國歌法 和其他惡法 我們要做好防守的角色 嘩,全部都是假設 國歌法都不是一個惡法 大家其實都說了有什麼問題 都是一個責任上的問題 還有其實都是完善整套 社長都說了幾次 那些國旗,國徽,或者怎樣 那我就很難不理解 什麼叫做好防守的角色 原來這樣就叫防守的角色 是不是很奇怪呢? 那幾位覺得 其實他想把這個國歌法當作反修例這樣玩 但是其他人不是配合 不行 而且你看大家民間 對於國歌法的反對聲音都很微弱 甚至是沒有 是啊 我們沒有聲過說要反國歌法 惡法什麼的 是啊 他們都創不了什麼口號出來 他們那些什麼國地危險 那些叫做 都可以說到很多 有什麼B5很神秘的那些 是 但是這個不行啊 他還很搞笑 李慧琼其實都說 我重申 自己是內會委員會的主持人 是合法的內會主席 是根據這個議事規則 協助大會主席主持會議的 他說 有其他議員不滿意的話 可以隨法律途徑去尋求解決 大挑你喔 是喔 用你們最喜歡的法律途徑 來司法覆核 是喔 是喔 又給了機會你中仇 又給了機會你去找回一些同袍 現在經濟不太差了 是嗎 不需要問政府拿了 那還想怎樣呢 他在自己的座位上 他很厲害 叫他 你沒資格 收檔啦 李慧琼 咦?你的Facebook不是叫人家瓊子嗎 是喔 是喔 為何這樣呢 你明明暗中 明明你說得好像跟李慧琼很熟 瓊子瓊子瓊子 瓊子前瓊子後 嘩 真是 這麼親密 如果我走到李慧琼前面 如果我走到李慧琼前面 說 喂瓊子你好 我一巴巴 車馬我就知道 瓊什麼子啊 變態佬 會不會呢 所以我覺得 主席人家莊重一點 是啊 李小姐也不叫瓊子 一巴巴聲說我都像 我們 加上先生你好像看到一些 最近的泛民議員 泛部派的議員評分 會不會是因為 之前社長在節目裡說過 一定要拿最激的那個位子 才可以有機會拿到這個選票 不知道朱凱迪是不是 這個叫做 我們的四字成語是什麼 僱珠一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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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到最激 郭富城最激帝國 所以才可以博票回來呢 加上先生是不是 是啊 但是好像這招 開始不成功了 有一個叫做 有一個團體 叫做香港研究會 他在4月4日至5月7日之間 就用電話查詢 就發覺呢 正是所屬地區的超級區議員評分 是 超過一半的議員 是較上次調查低的 就是那些區議員 那些評分 加上了這些無謂的 17名非計建制派議員 有16個評分都下跌 而評分跌得最厲害的第一位 就是朱凱迪 這次因為評分為2.8分 比上次跌了0.4分 就是他是問一下所得的立法 問號 比上次跌了3.9分 得分得2.85 最機的 是啊 第三個就是 都是公民袋的 國家期議員 比上次跌了3.3分 只剩下2.68分 哇 這個公民袋要大翻身 這班議員不太行 你們捧個KR曲出來 都籌不到多錢 譚問號跌得這麼深 什麼雞蛋仔 做雞蛋仔 大渣哥這些 有反效果 去大渣哥 是不是 你被人覺得很假 他什麼 他甚至去駕駛的士 譚文豪 他甚至說 終於可以 我指成父業 這樣拍了的士相 可能他自己都 有預知感覺到 這件事他都 都逝危 可能 所以到處去看看 學校有沒有其他技能 都還沒有 應該不行 應該不行 你開什麼的士 你猜你什麼 何摩的 的士判官 那個變態佬 你犯 是不是 的士判官 所以 有些 有些公關show 你越做越爛 是不行的 什麼雞蛋仔 郭嘉琪 那些 你人心人 郭嘉琪的醫生 你要人心人熟 但是你被人看見 你是 跟別人形容我們 的方向一樣 是黑色的 黑色的醫生 多恐怖 那 朱凱迪 是不是要這樣做 呢 你覺得 其實他一向都是這樣做 其實他 他在這幫犯暴僻裡面 他是屬於 搞事有 不停地搞起一些事情 他是屬於不停地搞起事件 他自己肯做 他自己肯做 我先打前頭 你們後面做功 就是這樣 我經常說 反修例 這件事是他先搞起事件 這個人是罪魁禍首 反修例事件 是的 是 是 大家 我們說今天 為什麽只有朱凱迪 撲出來 一朱撲出來 然後呢 就被 保安 非常快 就抬出來了 其他人呢 全部 不動手 沒有人增援 是不是 那些 又不是傷得那麽緊要 是不是 那些 陳志全 也有在附近 走走走走 掩掩掩 就是又 動下又不動 動下又坐下 那些 那些 毛孟靜好像 互送朱凱迪走 那些 為什麽 都不動 怕有什麽呢 為什麽呢 是不是知道 再這樣 叫做 呱呱吵下去 再給 叫做 這些班 報民的票 會不會真的沒有那麽多呢 他們怕什麽呢 為什麽只有朱凱迪 撲出來 有沒有什麽 想法 你覺得 為什麽 為什麽會這樣做 你的意思是 只有朱凱迪 撲出來 其他人 不出手 每個人都看著朱凱迪被抬 跟那天選內會主席 那個十幾個泛步派員被抬走 那個畫面差很遠 對 為什麽會這樣 是因為他們談好了 這次我表演的 你不要跟我爭 不要唱戲 是否這樣 怎麽可能他們覺得已經悶了 這招已經沒有好玩了 所以就讀他自己想 又或者這傢伙 這傢伙 他很不合群的 在那傢伙裏面 所以就是看他怎麽死 現在就是 看他怎麽被人 是否那些 湯豬呢 那些人 那些人 各位蜢友 在吃飯 就要留心了 那些等他 放滿的血出來 弄朱熊 現在搞得好像 是吧 每個看著他放血弄朱熊 看看他弄成怎樣 我覺得這班法務部派有點兩難 因為內會主席被李慧琼成功去選完 民間那方面其實你覺得沒什麼迴響 一百多人來集結、抗議還是怎樣 都沒有 民間的反應很微弱 那天許劉珊你也提過 他們開會議那天門口只有十多二十人 那些人寧願去和李昇都不去幫他 有些傾斜袋的私人 站在安全島上就叫聲援 站近鍋底也不敢 鍋底完全沒有,鍋底一個都沒有 鍋底都鍋到穿了洞 鍋底了 這個就看看我們這一節時間到這裡 我們再看看國歌法 我自己敢買的,買他們一定炒不起來了,國歌法 哪位可以炒一下還是怎樣? 沒有,肯定沒有 我肯定炒洞 炒洞嗎?炒到好像布底 炒過布底 不過都要慎防這一幫人相當狡惑 還有叫做知道怎樣去鼓動這一幫叫做心王暴動 我們都要小心點,不要叫做鬆懈 我們希望他們在九月的時候跟他們說拜拜 我們這一節時間到這裡 多謝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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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